第一次实验做完呢,我们做第二次实验,这个地方一段二段还是不变,三段呢,然后设定125,125呢,也就是18000匹,然后10秒钟,火压还是60秒,然后这个地方改为三段,然后咱们开始实验也可以。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哈,我这个手机呢,中间我会暂停,因为它这个保牙时间太长,现在压力了,然后到了30兆放,持续再升,可以看这边,黑色的纸,它到9000,9000多,将近一万片的,进行第一段保牙。 哎,这时候进行第一段保牙,一般平常在68兆胖,进行第一段保牙,两边数据呢,都是可以飞起来的,飞起来的。 大家的保牙时间已经来到了25秒钟,压力呢,然后零点,压降呢,是零点三兆胖,啊,这个可以,对这个压力来说哈,可以接受的。 啊,水现在呢,基本上没有下降。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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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啊, 然后105兆胖,这个地方开始,开始生压。 生压完毕以后啊,更看一样啊,这个,从一万片片呢,一直升到这个一万五千片,一万五千片片,啊,现在已经到了一万五千片片,在一万红色,内圈红色指质,红色的标记啊,这个, 衣表盘,红色的衣表盘是天山盘,现在呢,进行第二段保压,啊,现在是保压七秒钟。 现在呢,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二段保压的中间,三十秒,还有三十秒啊,它会进行第三段保压。 好,第二段保压结束,然后,它继续进行第三段生压,现在呢,一百二十五兆胖,也就是一万八千片片,然后可以看一下这边啊,一万八千片片,接近两万,现在已经到了一万八千片片,多一点点,这个压力呢,它就是保不住了,啊, 压力呢,压力呢,然后从一百二十七刚才,一直到一百二五十二,一百二十五,一百二十五,一百二十五点零,一百二十四点九,压力呢,一直在下降,啊, 现在呢,保压呢,然后已经到了二十一秒,压力呢,可以看一下明显的一点六兆胖,这个管子,已经处于一个爆裂状态,啊, 再生的可能就要爆破,现在整个管子的外径啊,已经膨胀了,稍后呢,做完实验了,咱们可以测量一下管子的外径, 现在呢,压力呢,已经降下来了,已经降到一百二十三了,可以看一下,这边呢,从一万八千片片片也开始下降, 曲线明显的下降了,现在呢,这次实验做完了,然后,看一下爆表,啊, 一会儿我存在桌面,先不用关,这是这次实验的一个爆表,然后咱们看一下管子去,管子外径呢, 现在已经上到,咱们看一下,它已经明显比这一根要出了,啊,这个外径是多少啊, 9.9.9几,所以说它为什么压力下降呢,再量一个定, 为什么压力下降呢,10.03,啊,基本上处于一个膨胀, 一个膨胀,外外径膨胀,它压力会下降,好,实验结束, 好的 해야好啊,棒了bres完蛋器, 接着 ben Ignac米红台下降,非常非常多那么 uncommon啊, 好,咱们看一下,我们俩我们 Architecturebecca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